接下來要上個內容是 搭氣壓力會變化 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因為上面的空氣柱稀薄 因為上面的空氣柱比較短 反正往上升壓力就會怎樣變小 一般的情況下 大約每上升100公尺會下降0.8公分 拱柱高 所以當你往上的時候 你的壓力會變小 而我們人的身體裡面 內外壓力是保持平衡 所以如果你到了高山 或有人坐飛機 飛到天上 當壓力有變化的時候 就會有人會覺得有耳鳴啊 或者不舒服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現象 或者是不舒服的現象 就是壓力 重點就是 上升100公尺 下降0.8 於是考試就可以問你 我地面上是76 現在只有70 那前往你會有多高? 會有多高? 會有多高? 就是這樣算就知道了 看掃多少 算一算就知道了 OK 所以山上的氣壓比較小 所以這些包裝呢 到山上的時候都會膨起來 都會變膨 因為外面的氣壓變小 裡面氣壓本來是跟地面一樣大 所以一大便掌就往來撐 膨起來 膨膨 所以有人會故意搓一根針 用針搓個洞 搓個洞 這樣就會不會膨起來 就不會膨起來 好 就是在山上的包裝都變膨了 因為山上壓力變小 那麼我們這是量氣壓的工具 這個就是壓力劑 實驗室有氣壓劑 量壓力 公分拱束高那個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種類 那另外像血壓劑 或者是胎壓劑 它量到的並不是真正的壓力 它量到的是內外的壓力差 我們叫做近視壓力 這個知道就可以了 也不太重要 然後呢 根據壓力的變化 我們就可以做成晴雨季 三連結地科會交 三連結地科會交 低氣壓的時候會容易下雨 高氣壓的時候天氣是晴暖 所以就可以根據它壓力的大小來 猜猜判斷一下 現在是晴天還是雨天 高度劑剛剛講過的 每上升100公尺下降0.8 就可以把它換算一下 大概會有 但不是很準 大概會有多高 可以算出個高度劑 然後大氣壓力 然後大氣壓力有一些現象跟應用 比如說我們喝飲料 為什麼你一吸就可以把飲料弄上 不是你把飲料吸上 你在一吸的時候 是把吸管你的氣吸到你的肚子裡 然後裡面的壓力就會變小 外面還有一大氣壓 就一壓就把水給壓上來了 所以你為什麼可以喝到飲料 因為氣壓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太空人不能這樣喝 因為太空人那邊沒有什麼氣壓 失重狀態啊 沒有重量 沒有壓力 所以太空人這樣吸 吸得到嗎 吸不到 這樣擠了 都擠了 因為沒有辦法讓它吸得吃得到 或者是吸塵器 後面抽氣 變得比較深空 然後呢 空氣就流進去 就把髒東西把它吸到吸塵器裡面 還有這個吸盤 這個吸盤也有人考試考過了 小吸盤跟大吸盤 大的吸盤可以承受比較重 小吸盤的重量 承受重量比較小 為什麼 第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掉下來了 前面教過了 壓黑反差那個 摩擦力 那跟大家有什麼關係 大吸壓力 垂直對不對 所以我們教過了我們手的力是什麼力 正向力 然後壓力不是力 可是如果你的吸盤的面積大 你的面積大 P的F3A A如果大 F就怎麼樣 大 所以正向力大 正向力大 最大 最大 摩擦力大 這就承受比較多的重量 比較多的重量 那考試可以考你做一些計算 可以考你做一些計算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大吸壓力的現應用 這都是因為壓力的關係 另外一個叫做密閉容器 密閉容器 這氣體不會跑出去 也不會跑進來的 密閉容器 如果體積不會改變的時候 溫度如果越高 壓力就會越大 溫度越高 壓力就會越大 這個是一個密閉的情況之下 跟營火晚會的營火不一樣 營火晚會的時候 空間開放的 這個時候如果加熱 深營火加熱 空氣是膨脹 空氣膨脹 密度會變小 重量等於變小 所以壓力是變小 不一樣 所以你問我說老師 溫度高壓力大壓力小 我說我不知道 要看什麼條件 如果你拿的是瓦斯鋼筒 那麼溫度越高壓力越大 如果你是營火晚會 溫度越高壓力會越強 那反過來 如果溫度沒有變 體積如果變小 壓力就會變大 壓力就會變大 然後有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就是我 後面要請你自己玩一玩的實驗的東西 這個影片就是我 後面要請你自己玩一玩的實驗的東西 將助陣筒的活塞往後拉至微半的硬直 然後前面部手指壓緊 入力飛動助陣筒的活塞 使助陣筒裡面的氣體體積變小 放開活塞時 觀察助陣筒裡面氣體體積的變化 由實驗結果得知 氣體沒有固定的體積和形狀 使用力飛動活塞時 氣體體積減少而壓力變大 此時 真國內的氣體壓力大於真國外的大氣壓力 如果不再對活塞式相當力時 真國內的氣體會將活塞往外推 使真國內的氣體積增加而壓力變小 這就是跟各位講 密閉容器的壓力變化 那你要會 然後前面講一些應用什麼之類的 就是有關於介紹大氣壓力的部分 OK嗎? OK